那我们继续 小六刃 那么 这个的算法 都是大同小异 前面那个 也没有来得及细说 反正就是 一个吉一个凶 一个半吉一个半凶 看上去是乌鸦 但实际上反而是吉 爆财来了 那么看上去是喜鹊 实际上落空了 反而是凶 这个在市面上 也会有这种 所谓两头堵的问题 好像说这个 搬好搬坏 那个也搬好搬坏 你说文王安身 但是他不动 人躺着不动 好像什么都没有 那五王虽然说肤浅 但是他做出事来了 那你可以说半吉半凶 你要这样套 自然江湖有这种 所谓骗子 他没有真正的理解 这个东西 不能熟练的运用 只是两头堵 每一个都是两头堵 都能堵得上 所谓父在母先亡 父亲在母先亡 那父在母 斗号 父在母先 父亲在母 之前先亡 那可能也对得上 所以说古话呀 那你看你到底怎么弄 但是有些东西 真的是我们反复 为什么去讲这些 他自然是 前年以来 有他真正的东西 而不是 所谓 被他们来 当作骗钱用的 那么这个小六人呢 六个就够了 那么为什么有的是两个字呢 首先我们从这看 开始 三个手指 这个淫位 叫大安 也是文王 所谓安身不动 就是静的状态的急 不动就不造业 人呢 思想不顺 他往往都是乱造业 所以一动 做出来的 八成都是错事 所以说宁可不动 安 多数的时候是急的 硬的是不动的这种 的急 那么这个叫榴莲 作为榴莲呢 你可以说榴莲忘返 那么这个 就是周折 虽然事儿过去了 但是还会纠结 这是一种理解 那么什么狗连马扯的 我们说的白话一点 就是到处有牵扯 那后边也有说这个 在日本他们 后来学过去中国这一套 他们有他们的一个名词 说法 因为有的硬的是不一样 我们把这个不一样的区别的 这个列出来 就是多了一行字 那这个游影 就是说这个牵连的人很多 朋友 一方面牵连 一方面由他来引起的这个问题 也对 那么大呢 就算急 那这个呢 就是半胸 变胸 速洗 到这个火的位置 就是急 但是这个火快 所以日本叫它先胜 后腹胸 已经里也有这个挂药 就是说你晚的话 反而 比如说找个东西 你赶紧去 来得及 找得到 这个代表南方 这个代表东南 这个代表东 因为他这个 不是八方 所以说大概的 是这么对的 我们后边可能还有中六人 到时候会全一点 那么吃口 又叫白虎 就是代表口舌呀 争执啊 甚至血光啊 这个就凶了 这是真凶 那么下来呢 叫小鸡 也叫周鸡 那这个 日本叫它 先负 就是你这个凡事 考虑周到 到最后才会急 顺其自然 自然结果 很好 但是你 很着急的话 心急吃不了 肉头 反而凶 那么最后这个空啊 多半也是硬凶的 日本叫它 浮灭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空 但也看什么事 有些人可能就 这个就是好事 同样是年月日时 这么强 你比如说 294 12123456789 这个 基本上